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讓不少跨國的婚姻的法定程序 受到嚴重的阻礙 民進黨立委楊慧珍調查 就發現了 臺灣至少有兩千多對的 東南亞的地區的配偶的跨國婚姻 因為男方或女方 沒有辦法到當地駐外館來面談 導致在臺灣沒有辦法公正 甚至有的小孩都已經生出來了 卻還只是能用這個 其他簽證的方式待在臺灣 今天就有不少的民眾站出來 陳述自己的狀況 希望政府趕緊替他們來想想辦法